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话题是关于就是进不去 就是男生进不去这个事啊 先说其实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 大多存在于的是如果这个女生是第一次的话 那她必然在所谓破处的这个过程会有一些些艰难 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每一个人不同 但是大部分的女生其实首先都会有疼痛感 因为毕竟你有处女膜的存在嘛 然后再加上你之前是并没有任何的义务进到你的阴道内的 所以必然你会有一些感觉大多会有疼痛感 再其次其实怎么讲呢 就是阴道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如果你紧张 你没有完全放松 或者说你有一些害怕感 或者各种复杂的情绪 它都会阻止东西进入的这个过程的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第一次的话 你尝试两三次才成功 也算是正常的一个情况 当然就是之前我在patreon上有分享过我第一次的一个经历 然后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然后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进不去这个事 就是如果说你跟这个人试了五六七八四还进不去 差不多这种情况吧 来聊一下 因为确实最近有人跟我去问相关的一些类似的情况 然后问我来可以怎么处理和解决之类的 然后当然我也提供了一些建议 然后它成功了 所以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 下面就先来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有一个专业名词来形容它的 就是阴道静卵 阴道静卵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听到这个词你不用真的很害怕或者怎么着 会觉得我是不是病了什么的 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症状 但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的 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的 阴道静卵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下面有衣物进去的时候 它不光是你啪啪啪的时候 比如说你阴巾进入 更甚至其实有的人比如说就是10 pounds 所有衣物进入的时候 由于肌肉的静卵会感觉到疼痛感 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它是一个缩 就是它是一个紧绷状态 如果你这个时候强行的把东西想要去放进去的时候 首先是不容易放进去 再其次对方也会有疼痛感 那为什么会产生阴道静卵呢 其实它就转一点来说它是分为原发性和技法性 原发性简单一点来说 大多就是存在于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女生 没有过任何性经历 然后在第一次的时候 通常它可能会因为一些心理上的因素 比如说它恐惧 它怕疼 或者它可能有一些阴影 或者更甚至有的时候它是 比如说它的一些童年的保守教育 让它觉得性是一个罪恶的东西 或者说它 不想要直面这个东西 以至于对性有一些负面情绪 这一种啊都算了 技法性的其实是这样 就是有一部分其实是它的阴道 它的有一些腹根病 比如它阴道炎 它就会有疼痛感 然后产生静卵 还有一个是跟年龄有关 就是其实说吧了 就是你年龄越大 你的荷尔蒙 你的雌激素分泌会越少 就会影响阴道的柔软度 以及它的湿润度 所以会影响说 有其他的东西进入的这个感觉 当然我想说重头戏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改变这个情况 就是肯定 你看我的视频也是想问说 我怎么能够成功呢 对不对 首先就是你必须要 让对方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 你要快点它的紧张感 因为尤其比如你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次 都没有成功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 双方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压力感存在的 就是大家都会觉得 哎怎么就不行呢 然后当你们再去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正常的人本能 他都会心里有一丢丢的想法说 哎这次万一又不行 怎么办或者怎么样 其实首先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以及你要和对方有一个正向的沟通 不要给对方压力 就是大家都 谁都别给谁压力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只是在探索 我们只是在尝试 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给足了时间 去尝试这件事情 并且不要在心里上 过多的给双方有一些压力感 这个是现在心态上调整好 再其次其实就是说到放松 你怎么放松呢 很简单就是去做一些前夕 更甚至你可以先去刺激他的 阴地部位 让他达到一定的湿润度 让他整个人 是处于一个 很兴奋的状态中的 与其同时 其实是可以使用肉滑剂来增加湿润度的 其实这些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知道了 我想说一个很重要的点啊 是什么 就是如果它是第一次 然后也不好进 然后首先 其实你可以先尝试用手指 进入它的引道 让它先适应有东西进入 因为说白了手指一根手指怎么着 都比你的penus要小对不对 就是你要循序渐进的去让它适应 引导有东西进入的感觉 先是一根手指 然后我觉得最清晰的两根手指就够了 当它适应这个手指的感觉的时候 然后你其实就可以准备进入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进入我觉得对体位是有要求的 首先我特别特别不推荐女人在上面 首先你如果你在上面的话 你整个身体无法完全的放松了 因为你不管你是坐着还是跪着的 你的肌肉一定程度上要支撑你的身体 你就是要有一个支撑感 你就不能完全放松 你不能完全放松的话 如果你进入有困难 你是无法进入的 所以我非常建议的一个姿势 其实就是很简单 传交是女生你就让她躺着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是你躺着是最容易放松的 你不需要任何身体的点来支撑你 你不需要发力 你什么都不需要 你就躺着 然后就是当我刚刚说的 你给她做了前期 然后用了手指 然后她的湿润度都有了的时候 然后你不准备进去吗 对不对 你进去的时候 首先啊其实是这样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身体构造不同 她的有身高差 或者是她的身体反正就是 可以适当的在她的腰下面垫枕头 这个高度你自己找 因为确实你进入的时候 要找好这个角度 我个人会觉得说 如果稍微让下边是抬起来一点点的话 她进入会容易一些 而且更容易刺激到她的这一点 所以我比较建议是 你去找好角度的同时 你可以去尝试在她的腰下面垫枕头 高低自己去调节 与此同时进不去对吧 包括问我问题的那个朋友 她也是跟我讲 她说进不去 说什么会滑出来 我当然就想说为什么会滑出来 姿势不对啊 就是女生躺着对吧 你 你就先跪着 你要握着自己的peanuts 看着女方的下边 然后一点一点的让她进去 你当然是要瞄准 你的目的地啊 你不可能你就 趴在她身上 然后你就自己在那找 你找不找啊 你怎么可能呢 尤其第一次不可能 你一定要握着她一点一点的进去 这个是我说的位置 然后再其次 如果就是还是不行 就是不行 就是你觉得对方已经足够放松了 你觉得她足够湿了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行 怎么办呢 我还有最后的一个方式 就是尝试让对方深呼吸 真的是深呼吸 就是是缓慢深呼吸 就是比如说先吸气就 然后吸到上边 让她停两秒 然后再 用嘴长呼 这么做三次 再做第四次的时候 在她吸气 再缓慢吸气的时候 同时进入 反正呢 这些招就是我交给那个朋友的 她试了很多次没有成功 最后就成功了 所以我想分享给你们大家 就是如果你们遇到相同的问题 可以这么去尝试 因为确实是可行的 当然还想说的就是 我这个方法是这样 就是她肯定能成功 但是说因人而异 不可能 比如说你俩试了 十多次不成功啊 然后一听我这个 立刻马上就成功了 就是你还是需要去 慢慢的去尝试的 OK 但是我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所以分享给你们 真的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包括就是我无意中 还看到了一个话题 说是什么那个 Beanus卡住了 卡在了女生的阴道里 出不来了 其实这个也跟静暖有关系 就是当她 当你进去的时候 如果她的阴道静暖 或者她 极度静暖的话 她就会把你缩死 她就会缩住你 其实我个人真的感觉说 这些事情都是来源于 你心里的一些状态 就是出来了 我觉得更远就是你不够放松 你以为你放松了 其实 你没有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觉得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所以我会觉得首先还是就是 别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就是 慢慢试呗 肯定能成功 说白了就是 大部分人其实都没问题 你别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别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 别以为你有什么心理状况 别以为你怎么怎么着吧 就没这么多事 就是大家就慢慢的去尝试 去磨合 去探索一下 就OK了 就肯定能成功 OK 好吧 那今天就是这样 然后当然如果你愿意有相同的经历 也可以分享给我 就是最终你们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 OK 然后 那今天就是这样了 好吗 下期再见 Peace